一點水汁在他們的身上都可以令到他們爆的 啊?什麼道場? 喝大了,一口酒氣噴出,將止有點濕了 啊,又是什麼道場,又是什麼道場 我都敢了,還不打算放過我? 就好一點了 啊,等一下,神魔道場商品介紹,工發,神體,神血 還有改換體質的神魔單,提升血脈的神血單 還有令武技大成的技能單 只要充足夠的錢就可以變強? 風馳快諜公司快諜原業道? 啊,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啊,你群人啊,居然都是充錢的 買了更加好的工法,買了技能單 神卡秘籍先天邊,只要100元幣? 先天技能單,也是100元幣? 為什麼這麼便宜? 我當作花了幾萬元幣,才買到一部高級武學 啊,屌尼老明的間相啊,我要去神魔道場 拿著傳單,這些聚走的先天 瞬間就清醒了大本,走壇一遊 等等聲音就向著神魔道場跑了過去 上面記載了神魔道場的位置 一瞬間,幾乎天剛城所有武者 全部都向神魔道場跑過去了 他們的機會來了 他們要報仇 當然,還要問清楚一件事 道果飛行,足機,鮮天奔跑 全部都向神魔道場跑過去? 趙明站在飛劍上邊,懵了 喂,這麼瘋狂的 這群武者在做什麼? 深入必疑惑,趙明飛進了天剛城 他有必要搞清楚 場主究竟做了什麼事 搞到那些天剛城所有武者 一見到傳單,馬上就趕過去? 難道他們早就知道神魔道場的存在 就等傳單發過來,講清楚神魔道場的位置? 很快,趙明打聽出來了 一面彷彿地走出了天剛城 真是為他們默埃了 連續被四個人打擊 最後又是一隻奶獅子收場 唉,換了誰都頂不住 如果是他,他都要崩潰 江泰元目光淡然 遙望天剛城所在的方向 他已經看到那些武者的身影了 唉,要不要辦事 讓這些人急著 江泰元想了想,還是算了 唉,再搞這班人的話 估計真的徹底崩潰了 咔! 有位道果武者直接剛臨 因為太急了,力量收不住 直接把地面突出了個巨洞 唉,神魔道場 這位道果武者木剛火熱 帶著濃濃的激動 我 你損壞了道場土地 請在半個時辰之內填好 否則賠款一百元幣 江泰元很不滿地走出來 道果武者一呆 看著看著腳底的巨洞 咔! 這樣就欠了一百元幣嗎? 我想知道 神魔道場是否充錢 就可以提升實力 道果武者沒有你巨洞的事 馬上就問了 沒錯 你如果有足夠的錢 你想什麼實力都可以 神通、長生、王者 甚至大帝、飛星 神魔道場都可以滿足你 我有錢 我要突破神通 道果武者激動地說 地下 江泰元指著地面的巨洞 等我 道果武者扔下了一句 馬上就飛走了 很快又回來 找了塊石頭 將地填好 又認真地將塊石頭整平 確定地面平整了 這樣才說 我現在可以提升實力了吧 這個時候 又有幾位道果武者飛了過來 江泰元微微點頭 嗯 進來吧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歡迎大家的收聽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點讚、收藏 我們下集見 第199集 第199集 幾位道果武者過了來 正想著開口 江泰元輕輕抬手 等一會 你們可以看一下道場的商品 幾位道果武者 心裡必很急 但又不敢放肆 開始看起道場商品來了 很快 那些足機 施鐵武者也都過了來 一窩蜂地湧了入道場 如果不是道場的空間夠大 估計都逼到爆了 我們都來了 這裡真的可以用錢提升實力 一些足機 施鐵武者就問起了 場面雜時有點混亂 咳咳 諸位安靜 我乃是神魔道場場主 江泰元 你們可以稱呼我為場主 場主 先聽我講完 江泰元再次抬手 叫這些人安靜 你們這麼急想要提升實力 這個本場主理解 但一些規矩你們需要知道 以免你們觸犯了禁忌死在這裡 所有人的心頭 煞時間一陣 神魔道場 雖然到現在 只見到牆住一個人 但傳單上面 是標準清楚的 神魔道場有不少的強者 可以輕易地捏死神通 長生巨頭 好啊 第一 在我神魔道場 不可以動手鬧事 否則 殺 所有人馬上點頭 第二 侮辱神魔道場的 神魔道場不做他的生意 所有人馬上賠消 就這兩點 現在你們可以問三個問題 我統一回答 那問牆住 葉道 許長空 陳權 楊子玲 還有隻獅子仔 是不是道場培養的天才 一位舞者緊張地問 其餘的舞者 立刻動起耳朵 這個問題 他們都很關心 雖然早就有猜測 是購買神魔道場的商品提升 但他們依舊想要求證一下 是 亦都不是 如果說用了道場商品 算是神魔道場培養的 那算是 我道場生意面向任何種族 任何生靈 只要有錢都可以買 亦可以說不是 這樣說 你說是不是 原來是這樣 這樣說 場主 他們和神魔道場 沒有什麼關係 那些舞者馬上問 生意夥伴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場主 我們怎樣打敗他們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好啊 江泰園 微微一小 拿出一塊兩米長的木板 大家站開一點 叫後面的導遊一起看 前面的舞者 馬上讓開 被後面的舞者 騰出空間 一起抹向木牌 紙擊木牌上面寫著 神魔道場培養方案 人類的 看這塊就可以了 神魔道場培養方案 你們是以什麼為目標啊 江泰園反問 所有人一外 一時之間 竟然不知道怎麼回答 蛤 以什麼為目標啊 如果是以前 他們還有振興江大家族的想法 現在他們已經迷夢了 所謂的目標已經呵呵打了 如果是以打敗業道 許長空為目標 簡單 買一套工法 突破到比他們更高的境界 再零回幾樓先天靈氣 幾顆技能單就可以了 蛤 這麼簡單 所有人都是一外 沒錯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是這樣選擇的話 你們只能夠以修為壓人 但我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這樣就算是再強 亦都沒有辦法成為最強的武者 那牆主如何成為最強武者 所有人心頭的武道火焰被點燃了 立即便問 一步同樣的工法 不同人修煉出來 威力也是不一樣的 最強武者 我設計了一套科案 神級工法 配合神級武技 神級血脈 神級體質 當然 神血神體你們買不起 這個我知道的 鋼太元素了眼 認真在聽著的武者 所謂最強武者 當然是同境界無敵 這樣需要的 就是全面了押對手 比喻支持許長空他們 對付你們 嗯? 所有人都羞愧了 好啦 你們也不用覺得恥肉 鋼太元心裡偷笑了 現在 戰神經 這個在神級工法裡面 都是極品的工法 啊 戰神經 嘩 好貴啊 買不起啊 所有人都呆了 這本戰神經太貴了 除了天蛇秘典以外 是其餘工法的十倍 這個怎麼可能買得起啊 買不起戰神經 可以買其他工法的 比如葉道的刀法 你們想著以刀法打敗他們 關帝神典 是你們最好的選擇 許長空修煉的是青年建典 你們都可以 當然 有一個更好的神雷霸體經 駕馭天雷無人可賭 這部工法你們練成之後 打敗他們也不是不可能 還有霸和武經 都是神級的工法 我個人還是建議戰神經 因為戰神經品質極高 你們可以按照我設定的培養方案 來提升自己的工法武技 所有人再次看過去 木牌後面的內容 先天 三顆先天技能單 入門道先天神級工法 八樓先天靈氣 一顆神魔單 總價值 五萬零四百五十元 足機武者 三顆足機技能單 入門道足機神級工法 二十樓先天靈氣 兩顆神魔單 總價值 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元 道果武者 三十樓先天靈氣 三顆道果技能單 入門道道果神級工法 三顆神魔單 總價值 二十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元 以上是最便宜的同街無敵方案 你們如果想要更高的 可以出更多的錢 在同境界內強化 當然 你們如果想要突破現在的境界 亦都可以出更高的價錢 呃 所有人都紮密 同境界無敵 還是進入下一個境界 道果武者 二十二幾萬元 足夠他們靠買神通異境 再加點錢 買先天靈氣 妥妥進入神通級別 如果是道果顛覆武者 得到神通異境 怕是不用借助先天靈氣 都可以突破 嘗嘗 先別急著落結論 聽我繼續說 沒有道突破 會迎來雷劫 你們想清楚了 不修煉到同街無敵 如果行得太快 被雷劈死 哈哈 大家的心入必一陣 是呀 只是境界突破 有用 雷劫呢 雷劫呢 雷劫怎麼辦 沒有強大的實力面對雷劫 他們很可能忍癢 還有 就算你們僥倖 道果了雷劫 這樣你們以後 被一個道果顛覆武者打敗呢 唉 同街炮灰 我覺得這個稱呼 很適合你們這種想法 啊 同街炮灰 我不要做炮灰 我苦修了這麼多年 不是就為了強大嗎 但是今天 竟然被一隻奶獅子掠壓了 我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啊 就算突破境界又怎樣 到時人家也突破 口迫薄化 我們依舊打不過他們 那些武者沉痛地說 獅子仔和他們上了一堂火 還有葉道 看看吧 天極中足跡都輸了 空有境界沒有強大的武技支撐 他們依舊是一個渣 就好像江泰元說的那樣 同街炮灰啊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歡迎大家的收聽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點讚收藏 我們下集見 第二百集 如果一美追求境界 就算他們成了神 神劫都過不了 好啊 看一看 天極中足跡的足跡實力 被葉道這個先天打敗了 道果柳青源 既旦神魔道場 直接就認溪 境界高有用 但是戰力才是根本 除非可以超越其他人太多 否則很容易被人越界殺敵 沒有人想做弱者 特別是在這個武道橫行的世界 所以他們來了 特別是那些道果武者 接到傳單的那一刻 就想到當初柳青源認慫的一幕 天武中都忌憚神魔道場 這個也是他們會瘋狂地來這裡的一大原因 畢竟天武中是東域最頂尖的中門之一 現在你們選吧 如果是要追求境界 我亦都有套餐給你們 江泰元又拿出一個培養方案 雀豬 我們要做童街強者 就算成不了最強者 亦都要成為強者 眾多武者沉聲地說 我們不想再被童街橫鬆了 特別是被一隻賴獅子 江泰元微微一笑 哈哈 充足夠的錢 你們的願望就會實現 射電方案來一份 足跡方案 道口方案 這些武者 果然比大云角那幫窮鬼有錢很多 基本上都是身家萬貫的人 背後的家族 可以在天武中天夢角 交界生存下來 勾的好處絕對不少 這裡的先天最多 其次是足跡 然後是道果 當然 亦有大部分是買不起的 只買了一些 這個是你的先天套餐盒 你的足跡套餐 你的道果套餐 江泰元將他們要的套餐 通過系統打包好 遞給他們 這些武者 逼不及待地拆開 然後走出道場 當場念花 一些買不起套餐的好羨慕 只是買了一些 注定給不上他們 但完套餐 江泰元深 江泰元望了眼圓筆 先天十個 足跡三個 道果兩個 就這些加起來 都有一百三十一萬多 再加上其餘的武者 全部收入加起來 直逼一百八十萬 這些武者買完東西 全部都在外面念花 他們迫切提升自己的實力 然後去報仇 一個時辰之後 一位鮮天 煉化了套餐 全身散發著強大的氣息 震懾人心 霸王武經 CTV 我已經修煉到極限 葉道 許長空 等我吃了技能丹 武技大成 就去找你們 沒錯 我們也要報仇 陳拳 楊子玲 你們給我等著 一位足跡武者 整身反著金剛 臉色冷禮 神武經 我都會了 不過在這個之前 我要去把那個什麼狗屁商會 拆掉它 一名先天武者 生氣爆爆地說 逗去逗去 尿他老闆 一本垃圾工法 竟然欺負我幾萬元幣 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一個CTV武者冷坑一聲 直接踏步而出 準備離開天江城 咳咳 諸偉 有些事 忘記了跟你們介紹 鋼太原乾咳一聲 走出道場 看著已經煉化套餐的眾多武者 蛇豬還有什麼事 武者疑惑 你們不想要神器嗎 蛇神器 所有人呼吸都急速起身 我這裏有武器圖子 你們只要搜集材料 就可以直接合成 完全不需要斷造師 如果材料搜集齊了 在同階入B 絕對是神器品質 講到這裏 這些武器都是可以進階的 蛇 可以進階 所有人的眼都著火 長主 有沒有原器圖子 有位導果馬上問 當然 價格和高法一樣 一萬元幣 給你 長主 給我做一張 導果武者馬上說 金剛閃閃閃 氣息攝隱 嘩 好強的氣息 絕對是元氣 而且非一般的元氣 所有武者都很羨慕地說 嘩 我這個武器除了真正的神器 就算是傳說的王氣 也都難以摧毀 導果武者練快一番 笑了 將長光背在身口 如胸而起 我現在就會距離了之前那個練氣師 那用垃圾來滾我 還省了我一大筆錢 呃 江泰元抹了抹口 自己好像坑了一個練氣師 長主 和我們來回穿元氣圖子 還有三位導果武者也都要了 其餘武者好羨慕 但是身上已經沒有錢了 這些武者滿意地離開 好急啊 他們要回去拆搶 討回以前的公道 江泰元在想 叫之前那七位候選人過來 一樣是爆展突 徐青贏了 剩下的六個人回去 佔定合同 江泰元又給他放貨的權力 這個是一個月被扶持快遞功課權 如果是有應付不到的麻煩 再聯繫我 好的場主 徐青恭敬地說 你說 蘇貞 你們誰陪我去看看這個大好河山 江泰元微微一小 望向兩位神魔 到去 你說應了聲 白蘇貞也輕輕點頭 我都想看下 這方世界 嗯 都好 我們看下三位任務者 做得怎樣 這個是要時刻監視 不可以有一些污點 如果他們失敗 他會及時換人 上面他都想看下 這個世界有多精彩 天江城的任務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而系統又沒有發佈任務 他也是偷閒一下 三個人沒有遇空 江泰元踏轉天崖指尺 兩位神魔輕鬆捨以 徐伊達寶 一點都不慢 才去了天江城 這個時候 天江城已經亂了 提升的武者 紛紛衝入商會分會 單藥鋪練氣過 好 你的家 你們這些賣家貨的 效了我幾十年 還打算在天江城流下去 上次一本垃圾工法 買我幾萬元幣 若非神魔道場 我現在都還被蒙在鼓裡 漸漸自起 你們這群賣家貨的 愛了我們的江城幾多年 江泰元好作惡 人家就是賣得貴了些 而且那些工法也不是脆的 神級工法之所以這麼便宜 完全是拆開的 而這裏的工法雖然殘缺 但至少都修煉到道果 甚至有些修煉到神通 相對於這個世界 不算貴了 當然了 這是沒有跟神級工法相比 天啊 你們都瘋了 被一隻奶獅子打敗了 徹底瘋了 各大店鋪的人 憤怒地在罵了 唉 走吧 江泰元望了眼 長主打算去哪裏 白素貞就問了 看下各大宗門 順便了解一下真虛界 說起來 在這個世界這麼久了 他對於這個世界 了解也只是一聲半點 一人兩神魔離開了天江城 按著陳權進發的路線走過去 這個時候 陳權已經達到了第一個小宗門 四方中 開始了自己的挑戰 有臨清互道 這種道果最強的小宗門 足以應付了 沒錯 在這裏 道果坐陣的中門 只能夠算是小宗門 一個神通坐陣的中門 才是中層的中門 有好幾個神通 甚至有長生巨頭的中門 這才算是大中門 本集就到這裏結束了 歡迎大家的收聽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 點贊 收藏 我們下集見 第二百零一集 這個時候 陳權獨身闖關 強行嬌陣 四方中的道果以下的垃圾 有本事出來一戰 何人膽敢在此放肆 撒死 一群弟子如若而知 挖住陳權 來者何人 竟敢在四方中耍野 記住 小爺我 請圓中陳權 陳權傲然地說 狂徒受死 一瞬間 眾多的武者怒孝出聲 就要圍攻陳權了 慢著 陳權微微抬手 阻止瘋狂的眾人 嘿嘿 怎樣 現在害怕了 整班武者冷笑 敢在四方做法爛炸 怕也來不及了 不是不是 哈哈 當然不是了 小爺我怎麼會怕一群戰五渣呢 我是來挑戰你四方做天才的 代表斥垣中 東域不是流傳著一句話嗎 天才對天才 渣渣對渣渣 怎樣啊 你們打算對抗我這個天才了 陳權淡莫這樣說 雖然不明白佔渣是甚麼意思 但這班武者 怎會聽不出來陳權口裡的不是 更加明白渣渣是甚麼意思 那就是在這裡侮辱他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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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作死 眾多的武者 整身都激到發震 想要馬上整死陳權 那些武者衝過來 陳權神色淡漠 身上的金剛尿妖 腳上反起了無窮之力 一腳橫鬍 冲过来的武者纷纷吐血倒飞出去 唉 我都说了 志五渣就不要来了 陈拳轻叹一声 素是中的武者 知道志五渣是什么意思 是流矮 陈拳带抱而言 这些武者都是先天收围 哪里是陈拳的对手 完全不是一招之敌 来到入口 看着一边黑着四方钟的石碑 一柄长刀出现 一声气渴 有一道金刚闪过 石碑一声就炸了 这个怎么可能 我们四方钟石碑 是原品材料练制的 怎么可能被他一招就打碎 难道他是神通武者 受伤那些先天武者 个个都很惊吓 陈拳神色淡莫 长刀收肖 借了力啊 在虚控之中 你讲大莫的说 林清暗中出手 白素精就接话了 江太元轻轻点头 嗯 这个陈拳够确 将人招牌都拆了 这个算是得罪死了 有林清在这里 这个导果中门 又可以翻起什么波浪 你讲神色淡莫 很快 陈拳冲进了中门 又是几十个先天弟子冲了出来 直接被陈拳皇嫂进入四方钟内部 四方钟 这个时候正在这里举办弟子比武 现在不止是四方钟 所有中门 天元角都在这里举办弟子比武 都不知道这帮人要做什么 诶 什么人 陈拳一路打过来 早就引起巨大的动静 几位导果掌老瞬间就站了出来 神色阴冷正要出手 一股死亡危险感席卷而来 我的兄弟来同你们中门的弟子切磋 谁敢以大欺小 又怪本座同里中门 冰冷的声传过来 响似整个四方钟 你 导果掌老 导果巅峰的宗主面色铁正 但他却不敢出手 因为对方是神通强者 只有神通强者 才可以给他们这样的压力 陈拳望着眼镁台 一点都没有犹豫直接跳上去 我是陈拳 逐机舞者 今天拜你中门全部捉机 圣父 生死 你们选 圣父 导果巅峰的宗主 立刻就说 既然不可以动陈拳 自然是分圣父 好吧 若婚生死 陈拳死 陈拳死了 他们中门绝对被人灭 如果是四方钟的弟子死了 他们哭都没有地方哭 只能忍 来 一位足迹颠覆的武者一跃上台 我四方钟 不是谁都可以 好了 折扎 下去了 话都没说完 陈拳瞬间消失 一拳打出去 另一位足迹武者 直接横飞出去 鲜血狂贫 呃 呃 四方钟的众人 不知道说什么 阿賴 碰 又是一拳败敌 阿賴 短短片刻 十几位足迹颠覆冲出来 全部都是一拳败敌 唉 四方钟 真是战不渣 陈拳叹了他 四方钟的宗主 长老 早就已经呆了 看着他 同为足迹颠覆 果然没有一个人 可以接低他一拳 难道是自己的弟子太弱了吗 还有没有来比试的 陈拳冷漠地问 底下静到怕乌鹰 之前上去的十几位足迹颠覆 是他们中门足迹中最强的 他们自应不敌 上去都是一个下场 各下失力强大 我四方钟认输了 庄主起身 阴沉着面说 好好 那拿十万元币给我 哦 陈拳傲然地说 什么 十万元币 四方钟的人 全部都嘩 陈拳冷笑一声 小爷我出手 帮你们教导弟子 不收学费的 你 庄主激到整身都发疹 你这样是在这里教导吗 你明显是在这里打人家敲诈 哈 庄主话音未落 一度冷坑响起 天制乌云翻滚 雷声空鸣 一度人影立于云层 若隐若现 好 好 你十万元币我给你 四方钟 庄主激到差点嘔血 好委屈地交了十万元币 天制的那种仪仗 那度人影 绝对是神通强者 可以召唤出天女 观其实力 还不是一般的神通 这个刻 他们四方钟只能够认了 收了十万元币 陈拳面上浮现一丝笑容 素视了下方一面露容的四方钟弟子 淡漠地说 见到吗 你们庄主都伏雨了 一群废物 各下 未免太过了吧 宗主震慎地说 你阿玛 若不是忌惮那个神通 我现在就居住了你 一点都不犹豫 陈拳母去你宗主 冷笑着说 嘿嘿 我若是你们 被固敢在我面前穿 小爷我 就算实力不足 亦都要搏翻铺 而不是像你们那样 缩头乌龟 整只鱼 那样 你 你欺人太心 对 四方钟的弟子露火操天 不少的弟子当场就冲了出去围攻陈拳 碧碧巴巴 哀哀巴巴 当然了 结果是一拳一个 几十个弟子全部都趴下了 之后一些四天的弟子 嚇到懵了 不敢乱动了 小爷就是想打你们 不敢乱动了 你们还真是还手 陳拳摸了摸空间戒指 笑着说 这个身体也活动了 钱也拿了 一群渣渣 小爷不陪你们玩 不 整群弟子激到嘔血了 就是为了打我们 顶你的肺 中主 望着陈拳离开 整群弟子委屈到想哭 好委屈地望着中主 中主都很委屈 仰天长坦 唉 妖猎 妖猎啊 此人天之恐怖 陷阱逐机无敌 不是你们太弱 而是他太强了 不是 好像我这么吵的 还有一百多个 还未走远的陈拳 突然领转头 淡定地说 呃 中主不知道说什么 我本能敢安慰一句 为什么你就直接拆穿啊 呃 呃 所有弟子不知道怎么办 我只是想找个安慰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残酷啊 人间不拆啊 不过 好像残权那么厉害的 还有百多个 哇 这不就是拿名 本集就到这里结束了 作词